喂,你好,你在忙吗?你哪位啊?你有必要这样吗? 这竟然是一对离婚夫妇,刚分开后的电话开场白。 曾经的亲密无间变成了生疏尴尬,一时之间令人不胜唏嘘。 说起娱乐圈和平分手的夫妻,王立心和吴雅婷应该算其中一对。 因为跟妻子以及一双儿女甜蜜又温馨的日常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王立心和吴雅婷更是被夸为娱乐圈模范夫妻。 结婚五年,丈夫一直努力工作挣钱,妻子在家专心养育孩子, 一加一等于四的家庭模式,虽不算完美,倒也羡煞旁人。 然而离婚的官宣却来得毫无防备。 2020年12月14日晚,王立心和吴雅婷相继发文, 以室友的称呼,结束了彼此五年的婚姻。 没有抱怨,也没有撕破脸皮,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体面和感谢。 网友们虽不知所以,但也在一脸震惊中给他们分别送上了祝福。 直到吴雅婷上春日迟迟在出发,谈到上一段婚姻时, 她的评价依然那么得体, 我不后悔这段婚姻,离婚只是一个结局, 并不代表这些年我过得不好。 只是在这档不得不提起前任的节目里, 随着各种细节的曝光,我们心疼地发现, 那些看似平静落幕的分手背后, 其实早已伤痕累累。 王立心跟吴雅婷早年, 一起上过一档综艺节目。 有一次,节目要求俩人独自带娃, 雅人开始计划了起来。 王立心打算一人哄睡一个娃, 然后娃睡后,雅人可以放松地看电影,听音乐。 但吴雅婷的计划却是先做好饭, 再带孩子去公园溜达。 王立心想着的是如何尽快从带娃中解脱, 而吴雅婷考虑的是如何更充实地度过亲子时光。 不能简单地定论谁的计划才是正确的, 但很多时候, 婚姻的分歧就是从一些细微的事情里开始看出苗头的。 更要命的是, 王立心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不羁的灵魂。 很早她就在访谈时提过, 自己曾经跟吴雅婷说过, 有一天,我会离开你。 我明白, 她这句话的初衷就是想表达自己对远方、 对理想、 对自由的渴望, 无关年龄和人生阶段。 谁都渴望自由, 但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结婚之后会把家背成了行囊, 从此形影不离, 而不是当成包袱, 随时想着离去。 类似的疑惑发言, 还有不少。 比如在另一次访谈的提问环节, 要说出一件自己想做, 但目前做不了的事实, 王立心先是一脸正经地回答, 离婚。 虽然她马上补充说是开玩笑的, 但往往, 真话不就是通过玩笑的方式, 不经意说出的吗? 更离谱的是, 王立心曾经建议过妻子 在生完二胎后, 去找个男朋友, 还强调自己是很认真的建议, 并且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当时在旁边的和杰, 都惊讶到瞳孔放大, 这真的是一种爱妻的大方行为吗? 一个人计划着未来, 另一个人却计划着离开, 这是一种如何痛彻心扉的结局。 原来有些婚姻,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而王立心之所以赶在这段婚姻关系里, 肆无忌惮地让心绪放飞, 除了责任感, 不强之外, 还跟吴雅婷在这段婚姻中的地位, 息息相关。 很多网友, 看完吴雅婷在节目中回忆往事的细节后, 都不禁叹息一句, 她真的太卑微了。 原来, 王立心和吴雅婷当初决定结婚, 是因为意外怀孕了。 吴雅婷考虑到王立心是公众人物, 主动提出不办婚礼。 王立心很霸气地表示, 我必须给你一个婚礼, 可是婚礼还没开始前, 腹中的胎儿因为没发育好, 流产了。 吴雅婷的父亲, 还特意跟她交代了一番话, 现在孩子没了, 要问问人家, 这个婚还结不结。 听到这里时, 作为旁观者, 其实感觉也很心酸, 流产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为什么要以胎儿的存在与否, 让对方决定要不要结婚呢? 当时, 王立心的回答, 算是有所担当, 我娶你是因为我爱你, 今天这个孩子有没有, 我都会要娶你的。 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吴雅婷在这段婚姻里, 处在了卑微的一方。 在婚礼上, 吴雅婷哽咽着跟王立心告白, 我不是你众多女朋友中, 最漂亮的一个, 但我一定会成为你最好的妻子。 短短的一句话, 可以看出很多隐藏信息。 第一, 她知道王立心过去, 有过很多漂亮的女朋友, 而她会不自觉地拿自己去比较。 第二, 她立志要成为最好的妻子, 代表她会遵从着成为贤妻良母的方向去努力, 而不是考虑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 也许因为对方是明星, 而自己是素人, 所以她认为自己高攀了对方, 才要按下决心以后要成为最好的妻子。 在情到深处的时候, 她似乎忘记了, 一段婚姻必须是对等的付出, 而不是单方面的感动和崇拜。 再到离婚时, 本来协议是一人带一个孩子, 但她深知王立心工作忙, 平时难以兼顾孩子, 肯定是会留给长辈看管的, 所以她想争取两个孩子都自己带。 为了说服对方同意, 她求着对方软硬兼施。 同为母亲, 我非常理解吴雅婷的心情, 让两个孩子一起长大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她会顾虑留在王立心那边的孩子, 可能会缺乏父亲的陪伴, 她于心不忍。 即便终于把两个孩子都留在了身边, 她依然会自责, 当孩子想念爸爸时, 就会反思自己离婚是不是错了。 在节目开始前, 节目组要求每个嘉宾 带上属于上一段婚姻记忆的物品。 吴雅婷带了一盒子的机票票根, 里面见证了他们这些年一起团聚, 一起出发的所有痕迹。 其实在离婚时, 吴雅婷有整理了一部分的票根留给对方, 希望对方看见这些票根, 心里会难受。 哪怕有一丝内疚, 都证明她的心里还有她。 然而她当时并不知道的是, 在官宣离婚一个月后, 王立心就被拍到跟美女同往酒店的新闻了。 作为节目观察员的傅首尔, 对吴雅婷的状况隐隐担忧, 她认为, 吴雅婷可能会是嘉宾中最难重新出发的一个。 因为她过于沉溺在过去的回忆中, 虽感无奈, 但依然难以自拔。 一段感情结束后, 最残忍和现实的是, 当你还在留恋旧情, 驻足不前时, 对方早已迈开脚步, 享受着新生活。 其实, 愿意为所爱之人三年连生两个孩子, 五年内甘愿做着全职太太的吴雅婷, 本身也很优秀。 她辞去工作之前, 是一名电视台的编导, 本来前途一片美好。 她说话, 永远温柔而体面, 高情商, 不让人尴尬。 她站在局外审视别人的感情问题时, 也堪称人间清醒。 在节目里, 有一位男嘉宾在分享自己跟前任的故事时, 掏出了一张明星片。 她说, 那张本该寄出给对方的明星片, 一直被自己耽搁, 迟迟未寄出, 对此深感遗憾。 吴雅婷泥嘴一笑, 不多言语。 其实她内心早已一眼看透, 哪有什么遗憾, 不过是因为不够爱, 所以答应的事情才没放在第一位。 有女嘉宾说, 发现多次前夫出轨, 要求离婚时, 家人朋友都在指责她, 作为妻子不应该轻率离婚, 毕竟对方并没有因此不顾嫁。 吴雅婷再次冷静地指出, 凭什么只指示, 要求女生怎么做一个好老婆, 好妈妈, 而不去规范一个男生, 应该怎么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其实离婚后的吴雅婷很努力, 她做视频博主, 带货直播, 投资店铺, 在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同时, 成为更好的自己。 希望她在对待自己的感情时, 也能够像看透他人感情般, 尽快将自己从留恋的情绪中脱离, 重新出发。 正如她对着那她满是回忆的票根说的那句, 我不攒了。 无论是看吴雅婷的婚姻故事, 还是看这档离婚交友综艺的嘉宾故事, 都十分令人感慨。 此刻的你, 无论是正在甜蜜的恋爱里, 还是准备踏入婚姻殿堂, 亦或是深陷在婚姻困境中, 都必须记住这几点。 第一, 对于婚姻要有明确的原则和立场。 表明自己的原则, 清晰自己的底线, 能够防止对方一步步试探婚姻的底线。 第二, 婚姻中双方的付出应该是平衡的。 婚姻是一把天平秤, 只有一方长久的付出, 天平就会倾斜严重, 而付出少的那一方, 反而会高高地撬在上方, 迷失自我。 第三, 如果彼此分开了, 就不要再留恋过去。 无论何种原因分手, 都应该尽快往前看, 因为你已经离开最差进食的自己了, 往后都只会越变越好。 在奇葩说里, 言如今曾经分享过一个观点, 满分的爱情是60分, 因为我们还要剩40分留给别人。 100分的爱情太可怕, 意味着承受不起失去对方的风险。 失去了对方, 就等于失去整个世界, 这不是深情, 而是绝路。 永远记得, 爱一个人不要太满, 不要因为爱而失去了自我。 爱情, 是为美好的人生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 小可怕才能选去。 爱情, 爱情。